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音乐计屠杀的哈马斯指挥官击毙 也持续针对闯入社区的哈马斯圣战士一一的歼灭 并且夺走他们的炸药跟火箭 锁定目标直接轰炸 尾巴冲突还在继续 双方人在空中不断交火 以色列国防军持续袭击加萨走廊北部多个目标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他们的轰炸有所斩获 在某个隧道以及包括贾巴利亚 扎伊通 富尔钦和拜特哈农的指挥中心 击毙了哈马斯武装分子 被击毙的是哈马斯精英部队 努赫巴的南区指挥官 他参与策划七号的以色列袭击 以及死伤惨重的卡法阿扎音乐纪大屠杀 哈马斯圣战士分队在冲突爆发以来 持续闯进无辜社区展开屠杀 这些恐怖分子陆续遭到以色列部队消灭 就连火箭和炸药都被以色列士兵夺取 甚至连提供加萨平民使用的救援物资 也被哈马斯拿来使用 可以看到联合国提供的急救箱 也被哈马斯用来替圣战士包扎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还在升温 掠夺资源的状况恐怕还会继续 空袭不间断 以色列首次出动了海军萨尔六型护卫舰 炮击加萨沿岸的哈马斯兵工厂 而最新的卫星照片显示 整个区域被炸到满目窗移 几乎看不到任何一栋完整的建筑物 瞄准哈马斯在岸边的兵工厂发射飞弹 以巴冲突超过一周 以国海军首次出动萨尔六型护卫舰 精准炮击哈马斯位于加萨沿岸的兵工厂 海陆加工哈马斯据点连日空袭不间断 当地时间15号加萨再度扬起烟尘 最新卫星照曝光整个地区被炸到满目窗移 几乎快看不到一栋完整的建筑物 毕竟以色列已经是连续九天不间断轰炸加萨 拿着铁铲或直接徒手开挖 才刚从瓦码队中救出伤者准备送医没想到下一秒 一声巨响包括伤者和搜救人员全被空袭颇及 加萨医师痛逼乙君不留活路 满世病患的医院持续涌入伤者 还有人抱着孩子冲进院内求救 以军炮口虽对准哈马斯 无奈弹药无情 加下居民身陷战火死伤 持续攀升 TVBS新闻会宣布导 以色列坦克大军在北部边境发动攻势 目标是伊朗撑腰的黎巴嫩真主党 当地基础设施被炸成火球 以色列均方表示这是要报复 真主党先前的攻击 并且在国际媒体尽头前 他们也警告真主党不要轻举妄动 坦克大军挂着以色列国旗 斯洛发科媒体在加萨边境 看到以色列军队受武力 momentálne stojíme na pozíciach izraelskej armády nedialeko hranice s pásmom gazi ako môžete aj sami vidieť je tu obrovský presun ťažkej techniky 与此同时 以色列部队朝北部边境开火 目标是被列为恐怖组织的黎巴嫩真主党 这间整栋大楼被炸粉碎 军事基础设施也被炸成火球 彻底消失 现在以色列全面封锁 距离黎巴嫩边境四公里内的区域 他们说这是为了避免黎巴嫩真主党的 报复攻击 他们也没忘了警告真主党别轻举妄动 南边有哈马斯 至北边有真主党 现在以色列最怕的就是被南北包夹 所以他们也说不是真的想和真主党打仗 毕竟以色列还得担心 塑地伊朗在一旁虎视眈眈 胡桥大厦已经下令第二个航舰战斗群前往东地中海警戒 美国媒体认为美国军舰无意介入尾巴冲突 所以派航舰是要向背后的伊朗传递讯息 不只是以色列每天空袭加萨 哈马斯的火箭弹也几乎每天都出现在以色列第一大臣台拉维夫的上空 大陆外长王毅表示支持两国方案力挺的是巴勒斯坦 而美国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舒默在访问以色列时也遇上了空袭 以色列第一大臣台拉维夫再度响起空袭警报 哈马斯火箭威胁不间断 在当地采访的CNN记者也绷紧神经 当地时间15号出访以色列的美国两党议员代表团也碰上空袭 连参院民主党领袖舒默也跟着躲飞弹 亲身体验哈马斯威胁 这也让舒默再度重申美国会力挺以色列 连日周选多国环节以拔冲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透露各国共识就是避免冲突扩大 不让美方专美于前大陆外长王毅也想展现大国影响力 以色列人得到了生存的保障 巴勒斯坦人的生存谁来关心 总之在巴勒斯坦的地上中方将继续站在和平一边 挺巴立场不变认为两国方案一变一国才是解决以巴冲突的最好答案 而现在以色列证实了 现在受到了这个挟持的公民人数来到了155人 还有一些人质的遗体是在加萨地区被找到 对此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也针对这件事情跟人质的家属见面 同时他也视察遭到袭击的存肯存装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在台拉维夫和遭遇哈马斯绑架的人质家属见面 只见他握过一双双手抱一抱拍拍肩膀 但见不到亲人的痛实在令他们无法接受 而以色列军方也证实被绑架的公民数再上修 从126人来到155人 另外部队在加萨地区也找到了一些人质的遗体 身为纳坦雅胡最重要的盟友 以色列财政部长也公开发声说政府失责 现在能做的就是捷径一切和人民站在一起 以色列总统赫佐格也去视察遭袭击的囤肯村庄 只见林论的街道布满弹孔的房间一片狼藉 最后他也替罹难者点蜡烛致哀 但这场战争带来的悲伤 让曾经在音乐际经历过生死一瞬间的幸存者 也用以色列人最大的伤痛来形容 以色列政府正式宣战 还对加萨走廊发动大规模空袭 造成大量巴勒斯坦难民逃难到与埃及的过境点 促使埃及决定无限期关闭边境 来自英国的少女就这样受困 拿着英国护照接受采访 就是希望可以通过边境 只是在美国过旋之下 目前埃及人只开放物资进到加萨 因此各界人道援助约1000多顿的物资 也在第一时间涌入 战争惨况不断传出 所有人都在盼望结束的那一天 TV新闻组报道 好战火下牺牲的都是无辜的人民 加萨遭到9天是以色列的连续轰炸 目前已经造成超过700名的加萨儿童罹难 当地有社区也被无预警的袭击 其中一户人家一共14个人都不幸丧民 满身灰尘的伤者 怀里抱着血迹斑慢的婴儿 受众伤的孩子也在走廊上嚎啕大哭 外头还有更多人等着接受治疗 还有家人能在空袭中幸存 不知道自己是幸运还是不幸 而孙权在眼前被炸死 欲哭无泪 幸存的孙女身上都是伤 相当虚弱 但医院外头这样的情况 持续上演 家长抱着奄奄一息的儿女赶到医院 这起攻击发生在当地时间 14号下午4点 根据居民的说法 这次的攻击完全没有任何警告 突然就发生爆炸 措手不及孩子就在眼前被炸死 就算到了医院恐怕也不能马上治疗 因为床位尤其是儿童病床严重不足 当地的医院几乎都是这种情况 幸运一点的平民家园没有被轰炸 接到警告提前往南撤离 这名父亲带着六个孩子 到联合国学校内搭帐篷避难 虽然暂时安全了 但孩子的心理因应却越来越深 成长的过程中被迫四处逃难 没有快乐的童年 无辜的孩子们被迫和烽火战乱 一起长大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加萨目前面临相当严重的人道危机 当地民众为了喝上一口干净的水 必须排队等候好几个小时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在美国的施压之下 才终于决定要恢复加萨地区部分的供水 拿着空瓶子却没水可装 遭到以色列围困的加萨 老百姓真的惨到不能再惨 加萨人怒控以色列重罚平民 有人从凌晨排到现在 连一口水都拿不到 好不容易水来了 这是因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经不起美国施压 终于同意恢复公水 只是还是没电可用 民众在加油站等着加油 等出火气 另一边的大马路上 志工克难的架起锅炉要做饭 因为燃料用尽只能烧柴 与此同时以色列几乎撤出加萨 却遭到哈马斯阻止最新英党曝光 哈马斯呼吁死守加萨 也让夹在中间的巴勒斯坦平民越来越惨 TVBN新闻最后报道 不过我们同时也来看看在台湾大家排队 要抢着拍的是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因为昨天他再次被民众捕获 他再次回到台湾 而且就出现在零下夜市 因此吸引非常多的民众 抢着跟他合照 不过这一次黄仁勋来台 没有公开行程 倒是外传在18号将会现身 红海科技日 这边一击那边还要一张 民众抢着排队合照 仔细一看是那个男人又来了 没错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五个月内两度回台 民众捕获野生杰森 就在15号晚间拧下夜市 没穿招牌皮衣 但穿上黑色夹克 一样受到大家欢迎 想念的台南姜汁番茄 因为想拍照人太多 黄仁勋没吃到 但又品尝台湾豆花以及鲍冰 还有律师陈正伟也巧遇 直呼拍的照 还请黄仁勋吃炸鱿鱼 让黄仁勋很开心 不过其实黄仁勋这回行程 原定16号应该是前往 以色列AI高峰会 但碰上战事紧急取消 接下来外传18号会现身 红海科技日 也会拜访相关供应商 但这次行程没公开 报秘到家 外界更期待这回黄仁勋在访 有没有望带动台股涨势 不过周一台股受到上周五 美股下跌 以及尾巴冲突影响 开盘16712点 截至上午10点半 最大跌幅破159点 台积电开盘就跌7元 AI类股也通通是一片绿 而尾巴冲突越演越烈 投资人忧心忡忡 但多数法人认为不用怕 因为冲突没涉及重要战略资源 而以照过往震惊大事后 台股美股涨跌比较 其中美中贸易战高峰 台股一年内上涨13.46% 新冠疫情也上涨35.71% 乱世进场有望迎面大 至于金管会主委黄天目 也说对台股有信心 TB的新闻 专家会先 台报等 好和平得来不易 要特别珍惜 在以色列的台湾部落客 就分享 目前在耶路撒冷的超市 物资充足 街上的店也都有开 他也发现家里附近就有均匀 疑似呢 所以他就分享了 士兵们需要的物资清单 希望大家一起帮忙 耶路撒冷超市内各种蔬果 面包还有肉品等应有尽有 影片中也能看到零星民众 正在采买 这是尾巴冲突 发生到第九天后 以色列超市景象 在以色列担任部落客的台湾人 约阿密也分享当地最新情况 约阿密和老公Kenny拍下影片 说明目前在以色列超市 商品价格不变 物资感觉上也没变少 但在前线的士兵依然辛苦 被迫撤离的家庭也需要帮助 他们发现家附近就有军营 也告诉大家 目前士兵需要的东西 包含黑色军绿色衬衫 牙膏洗髮精水等物资 约阿密也分享几个社工团体 以及可以捐赠给 以色列国家基金会总部联系方式 那些人质还没有被解救出来 然后北方加利利还是受到威胁 然后再来就是不知道哈马斯还会做什么事情 一巴战火暂时还没有尽头 百姓们互相帮助 要撑过这场冲突 地别新闻综合报道 而中国大陆即将在明天举办一带一路的 这个相关的活动 参加的外宾呢 包括不被国际承认的塔利班政权 还有被国际法院通缉的俄罗斯总统普新 普新更是大动作的 提前接受了大陆官媒的访问 大战习近平是世界上真正的领袖 语言不同也能把酒喝开 中国大陆黑龙江省黑河市 竟然涌入大批俄罗斯观光客 因为中俄免签开通后 从俄罗斯坐船只要七分钟就抵达黑河 不少人组团逛早市买早餐 摊饭招牌也因此增加了俄文标识 我已经吃饭了 你已经吃完了 你会说一点 俄罗斯人来的也特别多 来买我的别买特别多 特别是公关也来 然后那个商业特别好 中俄不止民间气氛好 北京在17到18日举办一带一路十周年峰会 普京还没到 先接受中国大陆官媒专访力捧习近平 外媒分析 俄罗斯侵入乌克兰被孤立之后 对北京依赖加深 中俄关系上 北京主导地位变得越来越强 隆重军令迎接胸利总统提前抵达北京 一带一路的外宾也将包含 占领阿富汗的塔利班 虽然至今不被任何一个政府承认 但是塔利班跟北京往来密切 也将参加峰会 外媒指出北京一直跟塔利班谈判 讨论在阿富汗东部开采大型铜矿计划 TVB的胸易俊宏陈入文综合报道 好当然国际局势的升温台湾不得不提高警局 但现在却传出疑似是兵源不足 义务役恐怕被迫成为主战兵力之一 不对此国军强调这并非事实是误导是听 就算是四个月的艺难认为军训不能马虎 至于期待趁暑假当兵的人 记得10月16号起一个月内 要上内政部艺针斯网站申请 今年1600个兵额 去年中圈率约16% 而未来得服一年的义无义 怎么看自己的训练变硬 军方目前规划以后打仗 一无一难是国土守备部队支援军事作战 及民防任务 翻开国防报告书 义无一难初期入伍八周训练 包括近战格斗手榴弹投掷 使弹射击下部队后44个星期 要学新式武器装备操作 国土守备任务等 但还是依不同兵科规划 只是现在传出当前支援 议三军兵力的边线比都不到八成 各部队都相当缺诊 战斗部队期待义无一难 填补兵力空缺 再度被质疑 义无一难恐怕成主战部队 说事实胜于雄变 他今天要讲说 今年不上战场 他是有他的前提要件 他又是再一次的一个通头支票 这个议题的一个前提 是有刻意的政治操作的可能 在去年我们提出所谓的 那个国防经济方案的时候 就一再强调 义男是以守护本土为主 并没有所谓到前线的一个部分 谈到如何 保交卫国蓝绿口水依旧 DBSO会流听听听不到 然而军校的招生状况 近几年来确实不如以往 因此国防部在这几年 把一部分的招募重心 放在了ROTC 也就是民间军校上头 其中不法94年次的义男 他们直接选择累五年担任的是 志愿义群馆 口令后即时开始 大学生存游戏社 射手姿势以摆秀枪法 比准度 也比速度 11秒多就打完25个目标物 其实这距离社长陈俊宇 参赛时的最佳成绩 还慢了两秒 两个月没练习的原因 是整个暑假忙于接受特战训练 所有的军校生里面 都一定会有一次的暑假 是到谷关立阳营区去受训 有绝壁攀登 还有CQB 就是限制空间作战 还有进阶射击 学校之前有带我们去看 航太展的时候 那边的无人机我也知道 现在的种类越来越多了 那不管是大型小型 都是有的 学生是觉得说 有无人机的操作 跟一定的知识 到部队还是有用的 操作无人机 精准完成考照指定科目 八字水平原 把社团的玩票性质 推向真正一技之长 不过全套迷彩服 开口闭口都自称学生 如果只是军训课 也未免太严格 中央五位准 向中看 去 基本教练口令和动作 还能说是模仿 但是学生身上的制服 和三军六校 版本完全一致 这里就是ROTC 大学储备军官训练团 我是空军生 然后走之后 未来是以地情为主 考完高三那一年 其实蛮迷茫的 就是想说自己 不知道有点 没有什么目标 不知道要干嘛 其实是因为家人 蛮支持我 我走这条路 因为会想 像往实习旅步爬 是因为每个学长姐 他到部队的时候 都蛮优秀 外岛那边 会学习更多的 炮兵一些 比较专场的事项 那学生就一直很想要挑战 军事课分组报告 学习见网之来 一天之内 上午静态军事教育 下午操课 磨练体能 之所以成为民间军校 原因是周一到周四 所有人回归一般大学生 其实这种教育制度 其用已久 源自于美国 拓展军官的来源 那我们以美国陆军来讲 西点军校 每一年毕业的少尉 大概就一千出头 可是每一年 美国陆军所需要的少尉 将近五到六千人 那剩下的 他一定要由其他的管道 来弥补人力的 这些需求 那ROTC的发展 刚好就可以满足 这方面的需求 美军用了超过一世纪的措施 台湾曾经因为成效不张 而中断 如今因为一年兵停征 基层严重缺乏预备军官 让制度重新受到重视 和正期班相比 ROTC在大一下学期才开始实施 也不是官校集中式的休业 而且正统军校毕业 最少得服役十年才能退伍 ROTC却只服五年 不过曾赴美交换退役将领认为 干部出身多元化 能为管理文化带来不同激荡 譬如说以美国陆军上将 刚卸任的参谋林区会议主席米利 他就是ROTC出身的军官 那当这些高层的军官 大部分都是ROTC的 来出任的时候 他对于后面的这些 新兴学子的ROTC的学生 他当然也一定会产生正面的效应 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 然后顺便锻炼自己的体能和胆量 牺牲自由 从民转军 理由大多是未来稳定 国防部当前签约129所大专院校 除了桃园南亚人员充足 能独自成立转业大学 其余依照地区的分配 到教育中心假日受训 制度处处顾及学子权益 起因于现实 外有敌情 内有兵力需求 现在国军的人员招募 除了得从民间学校扎根 还得同时考量年轻人的未来发展 而这样子另外一个案子 就是今年实施的大学和义务役 三加一 第一批试用者就是今年大义新生 义务役新智 参与人数 教育部还在统计 但这两位同学自愿被排除在外 我是2005年94年8月15分 年纪多大 94年18岁 不怕疫情因为情势而延长 索性一次直接当务年 94年次的杨耀翔和林玉翔 在选择兵种专场之前 志向金明雀 动荡年代 募兵穷则变 变则通 不想当兵 100个理由也不够用 自愿的人或许才更有使命感 为国家尽心尽力 TVBS新闻华少平 叶玉甫 桃源报道 当然讲到要吸引人才 就得要投资才行 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 祭出优渥的薪资 还有研究补助金 要延览的是国际上面 优秀的青年学者 但是反观在台湾 根据中研院调查显示 国内出任的助理教授薪水 跟邻近的新加坡 日本 韩国 香港等地来相比 却只有二分之一 甚至是四分之一 不论是实验室里带着研究生 做实验讨论 还是教室里台上授课 大学教授身负培育 台湾高教人才责任 但国内的大学教职 却面临少子化 研究生 博士生减少 最重要恐怕还是薪资 待遇低 成为隐忧 中研院的报告指出 国内的高教人才断成 一大主因是因为台湾出任 助理教授的年薪大约是 96万元 相比日韩 新加坡 香港 中国 大陆 是相差了二到四倍 引发人才外流的隐忧 来看看像是新加坡国大 2018年是祭出了 校长青年教授计划 每年提供15个名额 有提供了像是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薪资 还有研究的补助金 希望能够延览国内外 优秀的年轻学者 新加坡国大祭出诱人条件 包含像是与美国顶尖博士 毕业生起薪相当的 20万美元年薪 大约是台币620万 而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 最高100万新加坡币 大约是台币2347万 而非STEM领域最高 75万新币 等于是新台币1760万的 新创研究计划补助 和博士生奖学金等等 另外提供台币587万 可以自由支配的支出 外籍人士还有住房 以及其他额外补助 高额的薪资待遇 就是要延览国际上的顶尖人才 新加坡国立大学 它的学术改革迈向顶尖学校的路 是从2000年开始的 重点是不管老师在哪一个职位 不管他们是在评鉴上 是侧重于研究 或侧重于教学 或侧重于实物 老师有不同的长处 那不管他们的长处如何 都应该能够得到适当的资源 让他们继续努力的一个动机 梁伟奇任职新加坡国立大学 近期也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担任客座副教授 观察新加坡的教育环境 在揽财上耕耘许久 另一间南洋理工大学 也有类似计划 成为顶尖大学 并不光是科学研究能力的 一个创造而已 譬如说教学的质量 对于新加坡未来国家 栋梁的一个培育 这也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因素 再者是全球化 能不能吸引优秀的国际学生 优秀的国际老师 外籍人才 这也是一个重点 根据国际教育市场咨询公司QS公布 2024年世界大学排名 新加坡国立大学排名第八 周四挤进前十强 而且仍然维持亚洲第一 高等教育学府的地位 而南洋理工大学 则排名第26 洛华七个名次 而我们台湾排名最前面是台大 全球排名69名 第二名是阳明交大 则落到217名 比如说以前有所谓的玉山计划 当中有所谓的玉山学者 这样每一年会提供500万的薪资 那么但是我们跟新加坡的 揽财计划做一个比较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可以用比较高的薪水 可以延揽国际上顶尖的人才 可能非常的短暂 可能就是两年到三年的时间 可是我们接下来的配套措施 是比较不足的 检视我们国内的大学高教人才 近年有不断外流危机 薪资揽财虽然比不上新加坡 但也有教授直言 整体的大学研究环境仍然有竞争力 但唯独缺少国际交流 我认为台湾最大的缺憾是在我们跟国际连结这一块 不管是社会科学或者是自然科学 有没有国际级的团队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或是我们办法加入到国际级的团队 这对于培养一个新的老师或是资深的老师 都是很重要的养分 国内教授薪资相比临近亚洲 已开发国家都还低 加上政府政策多投注在科学人才培育 未来不仅要面临高教人才出走 恐怕各学科的平衡发展也会出现新挑战 TBS新闻张志明 刘云军台北采访不到 欢迎回来今天的追踪第一线 TBS和远见合作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远见杂志的资深副总编辑邱丽燕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碳有价时代的来临 包括了欧洲的碳关税10月份上路 明年还有美国版的碳关税清洁竞争法案 台湾事业该如何迎接这一波挑战 我们来请教副总编辑 现在发生的这个事情 可以说是一场台湾制造业的宁静革命 正在悄悄的渗透整个台湾 那我们有看到大概有800多家 至少这样子的台湾企业 正在应对这一场即将到来的碳关税危机 所谓这个碳关税的危机 就是欧盟从2023年10月1号开始 它会针对六大产业的进口商品 磕行一个 如果你超过它的 你的排碳量超过它的标准的话 它就要给你磕一个税 所以叫做碳关税 那10月1号就要开始了 然后等到这个2027年的时候 它除了六大产业之外 它会遍及到全部的产业 那为了因应这一场的所谓的减碳的作战 所以台湾的制造业是整个动起来的 那尤其其中比较特别的就是 工业局有推行一个1加N的计划 所谓的1加N 这是整个供应链的龙头厂商 然后为1 然后下面它会带领N加供应商 一起来做减碳这个事情 举例来说像友达 它找了12家供应商一起来减碳 所以它的计划就叫1加12 这个缘由是这样子 那我发现就是说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友达之外 像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 还有台湾的钢铁业龙头中钢 以及制造业的鸿海人宝 这些都投入了这个所谓 供应链减碳的一个行列当中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好 所以现在似乎 企业都必须要摆脱 迷思力拼的是环保转型了 尤其在台湾 我们知道超过九成是中小企业 为国际品牌进行代工 那么面对这一波的减碳压力 企业要如何踏出减碳第一步呢 我们再请副总编辑帮我们分析 好 我觉得第一步的话 就是老板要带头来做 而且要教员工知道什么叫做碳 其实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蛮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做 二氧化碳的排碳量 比如他们怀疑说 是不是我呼吸 呼出了二氧化碳 就算我在排碳呢 然后其实有一个蛮好笑的答案就是 如果你是牛的话 你吐出来的空气就算排碳了 然后还有我在这次采访当中 其实我发现很多企业 因为他们是中小企业 可能对碳的认识不足之外 他们同时也有一些疑虑 比如说减碳会不会很难 减碳会不会很贵 减碳是不是都要投入新的技术 但是其实它的解方 并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么样子的艰深 首先来讲减碳很贵吗 第一个我们来谈说 减碳其实也有便宜的也有贵的 那我们可以先从便宜的开始做起 像譬如说我们去购置绿电 盖太阳能板 然后办公室换LED灯 这些都是比较便宜的一些做法 而且你要从成本预算的角度来考量 你减的这些碳 事实上是让你少用一些电 那这些电费的减少 不就是你成本的减少了吗 所以要用这种观点去看 减碳贵不贵这件事情 然后再来说减碳很难吗 我刚才已经有提到说 减碳其实也有很简单的步骤 也有难的地方 我们可以先易后难 简单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一些绿电然后更换LED灯 然后再来像贵的部分的话 它可能是就是更换这个制造 生产线上面的一些锅炉 这些排碳量比较高 用电量比较高的一些设备 来做进行更换 然后比较好的一个是说 现在政府这个一加N的计划 它有在补助你更换设备的这个部分 所以不能说是非常贵的一个情况 然后再来说减碳是不是一定要投入新技术呢 事实上这也是不一定的 因为减碳的新技术它也是日新月异 然后随着这个减碳的风潮趋势 越来越盛行的时候 有一些新的技术就会衍生出来 然后当它普遍之后 它的价格就会下降 所以这个减碳的新技术 不一定是都要自己研发 有时候你只是做一些很简单的动作 然后或是说购买一些比较 已经在市面上简易可行的一些方案之后 就可以达到减碳的目的了 好 副总编辑刚刚提到的 减碳可以先易后难 所以我们也来先看看大企业的做法 是中刚近三年来 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占全台的10.8% 这数字其实非常可观 但是它们却能够成为减碳的优等生 我们要再来请教的是 副总编辑中刚是怎么做到的 又如何可以带动中小企业加入减碳的供应链 中刚在自己做减碳应对 欧洲C-Band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要讲到一些比较专有的名词 像譬如说他们要先做碳盘查 就是他们先把自己工厂生产线上面 哪些地方会排碳排多少碳 然后根据欧盟C-Band的要求 然后提供这些表单 在进口商品的时候 以并附上这些表单 让欧盟知道他们的排碳量 那这个是第一步基本功要做的 然后再来一个应付C-Band 那我觉得中刚很棒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会想到自己的竞争力 像譬如说如果说中刚的钢品 卖到欧洲之后 它如果最后磕完关税的价格 是高于其他竞争厂商所卖的钢材的话 那是不是就失去了竞争力了 所以中刚就是很注意这个部分 然后它自己减碳之外 它也带动它的客户一起来减碳 那我们讲中刚比较特别的例子 其他的制造业可能是带着供应链 就是它的零组件来做减碳 可是中刚因为它就是生产钢材 它生产的钢材给一些企业做板金 有一些给企业做马达 所以它算是要带着它的客户 一起来减碳 那它是怎么做的呢 我觉得中刚很棒的地方 就是它会针对这个企业 它成立一个碳辅导团 它应该是整个部门 大概有六七个 每次都一起出动 然后北中南这样跑 就实际到他们客户的现场 帮他们看哪个机器排碳量很高 哪个机器用电量很高 然后盘查出这些现况之后 然后提供这些企业 一些减碳的方法 譬如说它可以更换什么样子的锅炉 它可以更换什么样子的一个 比较低耗能的堆高机 让他们可以有一些方法可以寻 不会说让他们就硬啃这些知识 而且中刚比较特别的是说 它是像我们刚才讲的 不是要盘查要填表格吗 中刚是算是手把手在教这些企业 怎么填这些表格 它是一个一个表格示范给他们看 要填什么样子的数字 什么样的设备 所以算是还蛮像保姆一样 这样子的一个教学方法 所以也就让这些供应商比较无痛的 在做这样子的一个绿色转型 那我觉得中刚做这些事情 你看他上门服务 然后还手把手教 而且这些过程他都免费 所以这是为什么中刚在我们这次的报导当中 他被我们列为减碳模范生的一个关键 来看美国历经疫情后 娱乐产业回温了 在拉斯维加斯造价743亿台币的球形场馆 最近正式启用 拥有全球最大最高画质的LED荧幕 美国拉斯维加斯的球形场馆Sphere 最近正式启用 由爱尔兰摇滚天团YouTube打头阵演出 Sphere外部可投射各种影像 变身月球 地球 网球 甚至正在眨眼的眼球 场馆造价23亿美元 增合约743亿台币 观众进场纷纷记录下新奇体验 YouTube计划今年年底前 在这里举办25场演出 YouTube主唱波诺表示 借由这个场馆拉近和观众的距离 试图将全场最差的座位 变成最好的座位 和观众更有互动 新冠疫情后 美国娱乐产业回温 动管天后毕昂斯 在各地开上创下佳机 宣布与连锁电影院AMC达成协议 他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纪录片 将在12月版上大荧幕 粉丝们已经等不及了 毕昂斯的唯一复兴世界巡演 创下他个人生涯票房最高纪录 演唱会纪录片预告 提前曝光幕后花絮 包括毕昂斯和大咖嘉宾排练的画面 还有与丈夫孩子的私下时光 外媒分析这是疫情后的另一波 报复性消费趋势 民众将支出从商品转移到体验 毕昂斯的歌迷 砸钱买票和周边商品 促进大量消费 另一位流行乐小天后 泰勒斯早一部在10月 推出巡回演唱会电影 打破AMC电影院 担任预售票销售记录 预售票营收超过6500万美元 这合约21亿台币 其他艺人包括YouTube和上团 凯蒂佩瑞和小贾斯汀等等 都将巡演转化成电影大转一笔 由于好莱坞罢工事件 好几部大片都被迫延后上档 电影院不想让影厅控制养蚊子 放映纪录片出了电档 沾沾大咖光环 可能带来更多周边收益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看林湘的新造型 尺度大凯 接一下三位模特 只要好身材若隐若现 站在C位的是人气乐天女孩林湘 为台北时装周品牌秀开场 师妹亚韩芷玲 分别替林湘套上外套及长袜后 林湘正式亮相 以内衣户上阵 搭配本色西外展现傲人身材 大尺度突破 被盛赞时尚度升级 却有三名喊化妆师出来面对 林湘彩妆师为此发声 PO出林湘在书画时的侧拍照写下 觉得对方每次都很努力准备 上台前胃痛肚子痛 然而林湘却永远一直被呛 从一开始被影响到身心灵到后来已经靠自己完全消化 是成长最多的地方 而林湘也转发动态及相关新闻令不少粉丝心疼 这一次时装周有不少啦啦队成员登台 刚加入中信兄弟啦啦队被誉为 群群接班人来自香港的成员显迪奇 以长执法深色格纹洋装搭配长靴走秀 和其他模特儿一起走向观众致谢 显迪奇也晒出后台自拍照 开心血下这是在台湾的首次走秀 感谢这一次的机会 啦啦队女孩们登上时装周高人气 新颖目光 TVBS新闻线文厂红婷台报道 您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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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oo mons 还是 は 散装 我 您好吗 男人